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co 卫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的收市传先向下 上证组合指数跌9点-3260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71点-11976点 互深300跌24点-4106点 創意板指数跌24点-2545点 行指方面 今天下午跌幅扩大 收市跌21,190点-433点 国企指数跌187点-7126点 科技指数跌209点-4362点 大市成交有1197亿 接着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今天中芯跌4% 昨天收市后公布了季度业绩 最新亦被高盛下调的目标价11% 由18.9%至16.7% 维持中盛的评级 高盛觉得中芯去年第四季收入16亿美元 按年增长3% 按季跌1.5%符合公司指引和市场预期 期内无利率32%符合市场预期 但它将焦点聚焦在中芯今年第一季的指引 因为根据最新的指引 集团预期首季收入 按季跌1.2% 无利率介乎19%至21% 两者都比预期差 中芯解释主要受到行业周期向下 设备使用率下降和录得较高的折旧开支等影响 高盛因应中芯最新指引 虾条未来五年收入 应利和无利率等预测 今日中芯受着季度业绩影响 股价要跌4% 第一期说明上了 给大家读读渣打 因为早上时也特别强势 收市也能保持升势 升了百分之四 最高更加达到72.6% 因为早前传出 中东最大的银行阿布扎 被第一银行考虑收购 FAB期後已擱置了 星期四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 FAB再考慮向渣打銀行提出收購計劃 並探討以300億至350億美元經購 但在星期五 即今日下午時 渣打已發了通告 指FAB注意到近期新聞界對渣打集團的傳冊 並重新,目前沒有針對渣打銀行可能收購要約的進行評估 FAB亦澄清公告 重新,目前沒有可能要約收購渣打進行評估 雖然渣打做一個澄清 但渣打的聲勢仍然維持著 收報68.05 之後和大家看看信譽 今天相對跑輸大試 亦要跌5% 碼步在102.4 集團出了一月手機鏡頭的出貨量6667.3萬件 安年要跌4.9 主要因為去年同期出貨量基數比較高 還有現在整體的智齡手機市場表現疲遠影響 按月要跌7.9% 高盛指出信譽上月的手機鏡頭出貨 已經是連跌第九個月 按年跌幅亦擴大 反映著行業競爭表現激烈 對於信譽手機攝像模組和車載鏡頭出貨 分別按月增長1%和8.7% 大和表示符合它的預期 隨著集團拿到更多iPhone訂單 手機規格升級週期 帶動產品平均售價上升 他亦有信心集團今年和明年兩年的純利 會恢復到家庫36%至44%的強勁增長 大和就看好信譽重新買入的評級 然後和大家看看10隻成交金額最活躍的股份表現 今天10隻成交金額最活躍的股份表現 都是要跌 南方恆新科技要跌4.2% 小米跌3.2% 13.08% 有邦跌1.8% 86.2% 徑洞跌6.3% 214% 8度跌超過7% 144% 阿里巴巴跌3.2% 104.1% 淫富基金跌2.21% 恆新中國企業跌2.5% 71.98% 美團跌3.5% 148.1% 騰訊跌3.383.4%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大家聊到這麼多